又下雨了 这么大的雨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去吃锅边啊 昨天因为实在找不到停车点 所以我们把车停在了路边 超惨的 一大早就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吵醒了 然后晚上这边大车经过也很吵 但是没有办法 福州真的很难找一个合适房车在城里停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能在福州只能待两天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去找点吃的吧 我觉得要吃福州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了 第一个他们的早餐就是顶边湖 就叫做锅边 走着 我也不知道啊 我第一次来要去找一下 你要吃啊 司机师傅一听说我们去吃柴火锅边 他也要找个地方停下来 他也要去吃 这边有好几家锅边店的 但是柴火锅边好像是那家是吧 这边是柴火吗 这也是煤气啊 不过人好像真的很多 你好 请问一下那个马耳是什么东西啊 没有了 这个呢 这个叫马的 老板你们做多久了 6块 你们做多久了 我做了20多年了 2000年开始做 看一下全过程 要用油把周围擦一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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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板我也要两碗 油饼是在这边买是吧 要两个谢谢 多少钱 一块 一块 一块五毛吗 油饼是怎么炸的呀 就是那个勺子吗 对呀 在里面要放 自己吃风 看到手了 然后我姐看到手都不舒服 真的 就算炼好了也偶尔会被炸到吧 哦 圈圈是吗 哦 好漂亮 这个就是锅边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 它是把米浆淋在锅上 烤成一块像干壳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顺着淋下来 这个汤底里放了很多 那个小虾皮啊 然后紫菜啊 然后就是这种 所以它应该是个海鲜味的锅边 咋样 嗯 好鲜啊 然后它这个 这个皮 软软的 嗯 跟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真的好鲜啊 它这腿太放的好 诶 它这个锅边这个是米 米浆做的还是 米浆做的 这个汤不够浇淡 还可以加汤啊 还可以加汤啊 哦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天呐啊 就这样一碗四块钱 还可以加汤 相当于四块钱管吃到饱 是啊 嗯 它的学名叫做顶边湖 就是顶的话 在福建化里是 对那个大锅就要顶了 饼边湖 这个米皮吃到嘴里的感觉是非常柔滑的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类似卷粉那样的 因为卷粉也是米皮嘛 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它有在锅边 就是它在那个锅盐上被烤得焦脆了以后 再倒进那个水里煮会更软 就感觉柔滑中还带着润的感觉 对对对对 很润 柔滑中带着润的感觉 我觉得苗总形容的非常恰当 再喝上一口 它是个鲜的要使的汤底 我知道它为什么是福州人最爱的早餐了 这个在我们那边叫做糖麻园 然后在四川叫做糖油果子 在福州在福州在福州叫做马蛋 马蛋就是这个东西 有点好奇 看看它是不是都空着 有馅吗 没有 甜的吗 也太硬了吧 哈哈哈 这可能炸田有一会儿 我们先吃这个吧 我们做得好多一点 这个油炳是刚刚看着它炸出来的 它就是用一个勺就把它炸出来了 好吃吗 我看好多人点就这样 很好吃 外面有点脆 中间是软软的 很香很香 好像不只是葱的香味 有口奇异的香味 说不出来 有一点点小麦的味道 你知道这多少钱一个吗 不知道 五毛 现在还能买到毛房钱的东西 这家店也真的很厉害了 据说这个锅边 一开始是米浆 它被发明出来说 是有一个主妇 家里面来客人的 然后他就准备蒸果 就是潮汕那边的果 也是用米浆稍微发酵一下做的 蒸果给大家吃 然后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蒸果已经不够吃了 然后他就想了个办法 就把这些米浆从锅盐泼下去 然后变成这种壳壳 然后煮好了以后 再把菜也煮在里面 汤汤水水的一大碗 这样就够吃了 好机智 福建这边都很喜欢吃汤汤水水的东西 我发现了 那个面线糊 还有他们的佛跳墙 这些大大有名的东西都是汤汤水水的 这个油条配在里面应该也不错 油条蘸汤汤吃真的很棒 我觉得这个锅边和我吃过所有的这种粉面汤水类的早餐都不太一样了 之前吃的那些早餐都是做好的成品 比如说粉或者面条现煮就行了 这个是相当于边做出来边把它做成成品 然后端上来 如果硬要说有点像什么的话 我觉得可能更像酸辣粉 就是直接打到锅里把它烫成粉 然后立刻丢到旁边去煮的那种酸辣粉 还挺特别的到福州来一定要来试一下 对